今天首先我們來關心的話題是新北市土城 有一名十歲男童在日前帶著智慧型手錶在路上行走 沒有想到手錶是突然自然造成右手有多處的燒燙傷 後續可能要做直皮手術 而業者是聲稱說初步研判和電池的使用有關 也強調會負起賠償 而消保官也介入調查 男孩走在路上突然把傘丟一旁 手腕串出熊熊火勢怎麼甩都甩不掉 今秒鐘後火自行熄滅 但在他手上多了一道明顯傷痕 右手遭到火紋 集體殘骸燒得焦黑 事發在新北市土城上個月30號 一名十歲男童下午四點多 從住家前往補習班路上 智慧型手錶突然自然 右手臂手腕手指有二度燒燙傷 鄰近彩券行業者趕緊替小男孩先擦藥後 再陪他一起去補習班 發生疫情 智慧型手錶爆炸事件 導致一名十歲男童右手臂二度的燒燙傷 恐怕需要質疑手術 期貨的手錶已經被送往建市 要調查爆炸原因 不過這回出事的產品 是科技公司關於時間 主打的Hero Watch系列 兒童智慧手錶 每支要價上千元 怎麼會突然期貨 業者聲稱可能跟消費者電池新舊 來回更換加上天氣因素有關係 但也強調會負責賠償 業者回應所有產品都已經過合格檢驗 不過消保官前往業者公司所在地 進行機查 釐清事故發生原因 記者說成縣新北報道